比如說我們現在簡單畫一個圖形的面 接著呢,我們在這裡畫一個圖形的面 好,以後呢,我在這個地方 我選擇把它封閉起來 好,以後呢,我們用推壓自己把它推起來 編起來以後呢,這裡有一個編線 對不對,這條編線我們要怎麼消化掉 當然你用消化自己的三角它會破掉 那,不要忘記,有一個像 OK,那它就會變成一個曲面的部分 好,假如在這個曲面上來講的話 我要貼我想要的一個,假設我要做一個曲面上就是像畫 像畫的話呢,我們照一方圖形的正中間的位置 對不對,那我們怎麼去知道說 正中間的這個位置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針對這個部分我們去用水的匯入方式 匯入我要的照片的部分 例如說,我選擇我想要所有的資源的主項類型 選擇第一個,主項部分 假設,好,各位可以從你們的圖片裡面 這個地方 假設我找到這層燈塔後來 我直接把它匯入進來 匯入進來以後呢 我把它自己給你自己調整它的大項 那當然你可以設定追我的高度 設定高度就是把它的範圖 我給你自己指定我想要範圖 OK,好,假設我這樣隨意任意的指定進來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針對這部件它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把它做一個轉向 把它轉成立面的方式 90度 好,然後呢,我要放的位置讓我們可以從立面圖 我們從立面圖來看的話,實際上 我們本身X2的打開 你可以看到它實際上是有消點的圖面 因為實際上是屬於有消點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 鏡頭底下有一個叫平行投影 所以各位要做出平面圖、立面圖的話 一樣,跟我現在一樣 麻煩你把它轉成平行投影 它就是我們屬於我們立面圖的一個方式 OK,好,一會兒你可以選擇 然後反正你這個 這個位物件還是這個物件 就是這個圖面 你針對這個圖面 你可以去做一個位移的部分 這個移動的話 實際上它只能目射 它沒有辦法算到一個精確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利用目射的方式 大概在這個地方 邊右邊一點的這個位置 OK,好 確定在這個內容以後呢 當然我們操作的時候 如果說你把它轉成3D 它就很想透視是 到視覺上來講話 我們都不喜歡 到這個角度 所以我把它調回到 所謂的偷視體 OK 二十足腳最重要呢 我們把這個內容把它關掉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影像檔對不對 可是你選擇 它有奶色框框 跟我們剛剛之前選擇 目前不太一樣 我們一般的材質的話 到底它是一個面 面的話有這些雜體 可是它沒有 它是一個框框 所以事實上 最近奶色框框的時候 有些什麼情況 第一個 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許主 第二 原件 第三個就是 你匯入檔案的時候 它出現這個 圖底下檔案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跟我們 跟我們平常來講 在操作上 不太一樣 為什麼 基本上你在貼任何材質的話 你在我們的材料視窗 我們一直特別強調很重要 一定要在什麼模型中 你點選模型之後 你可以看到 看不到它的存在 那有藍色框框 我們昨天如果不是去補救原件 所以呢 我們從我們大光視窗的地方呢 大光視窗打開它 你抱歉 也沒有 所以呢 你針對它 的話呢 如果說你要針對它邊界的話 我們就滑鼠所見 把它點亮下來 它也不能讓我們邊界 所以它匯入起來 它是一個特定的一個答案 可是 它就是跟我們一般 所用到的去補原件 有點類似 類似什麼 它是一個整體 它是被包起來的內容 那你要運用它的話呢 它必須要利用我們 所以去補原件 你要恢復單一點功能怎麼做 然後隨便把它分解掉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我們把它做一個分解的時候 分解完後 它就被一般的影像 滅了狀態 再往那邊 回過頭 你可以看到這樣的材料中 這裡就跑出一個影像 而且有三角形 代表它正在行窗 所以 你必須要先把它做一個分解的動作 分解完後呢 它就可以有應用的方式 怎麼做呢 你可以用推它直接往後推 推的意義是什麼 我要計算出我這張照片 到底要貼的位置在哪裡 OK 那貼的位置呢 就在這個交接的邊線上 那我們剛剛也學習過 你可以用選擇它們 它滑水墊最短 模型交集 OK 你模型交集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不要去把它散掉 不要中間這條的把它散掉 你可以看到 看畫有機會 這個交接的地方 而且你可以選擇看看 這個很不同的 對不對 好了 以後呢 我們要把這張圖片把它倒進去 那當然有很多人說 那這邊有這張材質 對不對 所以你用這個材質 我們直接把它倒下去看看 你倒下去跟我想要的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計算的尺寸不太一樣 什麼意思 你可以看看 這條線叫做直線 對不對 那這條線段呢 它叫做曲線 基本上以性格概念來講 這條直線 就是曲線 大家都知道這條線的曲線 很長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貼上去的時候 它一定不夠版 所以它的原理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利用 我們一開始 我們在畫個圓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 我們這邊有個什麼 R4的側面 對不對 那側面你拉起來 它現在看起來是個圓 可是 事實上這個側面的內容 怎麼可以從來沒有 可以寫得出來 各位可以從我們的檢視底下 最上面有一個叫做 隱藏的幾個東西 隱藏結尾 所以你選擇它以後呢 它事實上它就會把這些 附註的分隔面 讓你們大家一開始看到 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它就用這R4的構成面 同樣的曲面來講 它是這麼多個面 它就構成了這個曲面 OK 所以它在做一面分割 貼圖的時候 它這一張圖片 貼到這個地方 不夠了 為什麼 它長度不夠 所以它展開了 反正它又從這個地方 當第一個 從左下右台重度 那講白的是它 從這個地方往這裡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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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類似於說我們現在這張照片前面 這後面有畫一盞燈把它照出去 照去的時候它對應的方式 比如這一點對應到這個點 這個點對應到這個點 類似用平行的方式把這個面貼到這個地方去分布 所以它的說明的名稱叫做投影 你要怎麼做投影的方式呢 你可以用這個滴管 滴管去吸它 而不是選擇它直接倒它 你要用滴管去吸取它 外卷這樣從這個面貼照過去的方式 在這邊把它倒進去 它就可以產生增添 OK 我再說一次 它的操作方式就是你用滴管去吸它 後來再去倒它 就有點類似於從這個面貼照片 再把它往後照的方式去產生增添 OK 好 那了解這個部分以後大家接著 我們跟各位談到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你在做的過程上來講的話 平常我們可能針對於說 我希望說把這個影像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整個牆壁上面 對不對 所以要放到這個整個牆壁 而不是說 這麼小的圖我要把它放大 它放大了它的原理部分 比如說你怎麼把它放到充滿整個畫面 它的方式很簡單 你還沒有做分解之前 我剛剛說它是個特例 對不對 它不是區別的原件 可是它是個整體內容的部分 你可以先移動這個物件 我把它移動到我們交接的一個邊界的部分 接著你把這個影像給打開來 它大小不夠 那可是我必須要充滿整個屁面的話 我可以利用所謂的比例的方式 選擇往下拉 拉到最底端的部分 往右側拉 拉到最右端的部分 右側端的部分 位置的部分 好以後呢 我就是故意去調整這個比例大小 讓它跟它去做一模一樣的結合 接著呢 就可以把它設定關掉 這個物件把它往外 平移的方式延伸出來 就是你往看你是紅色的方向 或綠色的方向 平移的方式出來 出來以後呢 一樣的 你再把它做一份結動作 接著呢 再用B管 把這個內容把它 附移在這個方式上面 OK 所以這個物件來講 它就有點像辨識槍的方式 把這個樣子貼到這個物件上面 所以各位如果說 你要針對一些曲面 貼圖的方式 就只能用這種方式 你用B管的方式 直接選擇 它把它倒進去 就可以拿到 去分佈一些材質的方法 好 歡迎各位一樣的請 各位大家多練一下 謝謝大家